接着带你来看到台北市市林区长洪靖达 带领里长连仪会以及客市主管 区农会干部等一行59人来到吉安乡签署友好共同盟约 要加强推动城市间的观摩交流和农业建设推展学习 吉安乡长游淑珍也协同公所团队18春的村长 农会三长以及社区理事长热情接待 未来将持续规划全国特色乡城交流学习 以提升施政多元新视野 继桃园市大园区公所前来进行客请姐妹城市交流活动之后 台北市市林区长洪靖达在率领着里长连仪会 还有科市主管区农会干部等一行59人来到花莲 和捷乡签署友好共同盟约 要加强推动城市间观摩交流还有农业建设推展 关友谊又传不朽 现在把共同声明打开 我们面向前面镜头拍下这历史的一刻 在讲到吉安乡里还是很多的一个农业 那农业的话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天也认为我们的理事长 跟我们的总盟是 其实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市里区 或者是我们的吉安乡 在农业上能够做更广广的一个交流 吉安乡长游淑贞协同工作团队 十八村村长还有吉安农会山长及社区理事长热情接待 并且期许未来在农业观光推展方面 能够有进一步的合作与交流 从我们十八村到市里的五十一个区 一组五十一个里 这么大的一个部分 我们八万三千人 那我们市里二十六万人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急剧 不过相同的是 我们为社区 为乡 为我们的区 为我们的里 为我们的村 我们服务的热力跟动能都是一样的 游淑贞表示 希望透过和各乡城的互访观摩 学习彼此成功经验 未来会持续来规划 全国特色城乡的交流活动 以提升吉安乡施政多元新事业 市里区战不战 战不战 吉安乡报不报 战留明圣 吉安乡报道